我在1977年 第一次离开台湾 到香港讲了演技 我的发源很不错 九龙界仙街 谭虚法师的图书馆 那个面积大概只有我们这个摄影棚这么大 要做一把多人 讲堂挤得满满的 四个月坐屋续席 人多的时候没有座位的时候站住 门口都挤了很多人 香港有钱的人多 这些珍宝也不敢带 带在身上怕抢劫 怎么办呢 银行有保险箱 放在保险箱里面 有个同修 那一天 他要送我一只手表 到银行去贴款 买一只手表送给我 我接受了 带我去看银行地下保险柜柜 他有两盒珠宝 在我面前炫耀 你看我有这么多珠宝 我看了叹了一口气 我说你只有这么一天 他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 说我嫌他太少了 你看银行保险柜那么大 他就有两个小盒子 两个小盒子 他就问我 你又啊 我说我太多了 比你多的多的太多了 那个妹发子跟我比 他在哪里啊 所有珠宝店的 全是我的 这就缓子呆了 这怎么都是你的 你看看 你这个珠宝不敢拉回家 拉回家怕人偷 又不敢戴在手上 戴在手上怕人抢劫 放在这个地方 一个星期来看个一连眼 摸一下 这就是你的 我到哪一个珠宝店 叫他拉他 拉来给我看看 我摸摸 跟你不是一样的事情吗 你怎么这么傻呢 我说你想想 世界上珠宝店 是不是都是我的 我摸了之后 好好地给我收藏住 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什么东西是你的啊 这么一点 天天还提心吊胆 你看我那么多 一点也不提心吊胆 人就糊涂到这个 所以然啊 多可怜啊 你念念无量寿经 念念网生论 念念梅桃营 西方世界 这些切宝 都是大地 到处都是 黄金铺马路的 你这个黄金做个戒 好像很了不起 人家是 你要是到极乐世界 这些人也看到 你怎么把马路上 这个这个 这些建筑材料做成装饰瓶 带在身上 还以为挺美的 气不叫大笑话吗 所以这些离四 你都得参透 你就心安理得了 我们把这个东西看作气宝 是什么 西油金属 它太少了 就是宝啊 多了就不稀奇了 西方极乐世界太多了 你看看 中国这个翡翠 宝月这多贵呀 比黄金还贵呀 极乐世界 地上的泥土 黄金是当白油用的 铺马路的 你有这一点点 就觉得很了不起了 很骄傲了 错了 让极乐世界人看着说 你们可怜了 真的叫可怜了 所以经上 佛经上讲 可怜也民真 一点都不讲 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东西太多了 没人要 贪心没有了 太多了 你居住的环境 宫殿楼库 全是切保造成的 那是建筑材料 往生论上讲的 珍宝信 自信当中的珍宝 何其自信 本自居住 这慧能大使讲的 他现行的时候 能生万法 极乐世界 一正装严 是信德所信 信德所信 那再 我们再说一句实话 我们这个世界 也是信德所信 也是信德所信 为什么跟极乐世界 相差这么多 极乐世界里面的人 居民 只有真诚 没有虚妄 我们这个世界居民 只有虚伪 没有真诚 他们用的是真心 我们用的是妄心 我们妄心 把纯真的 一真装严 变坏了 你看佛在经上 说得多好 这一切万四万五 新信 识别 西方极乐世界 只有新信 没有识别 为什么 他没有识 他已经 转八十成四肢了 没有识 识是妄心 所以 他们是纯真 无妄啊 所现的一阵 庄严 统统是信德 一丝毫 变质 都没有 我们现在变了 变质 是好东西 变坏了 怎么变坏了 行不善 远无 恶作 把这个世界 变成这个样 如果我们恢复 清净 平等 恢复 十三 恢复 六波罗 没有 这个 普贤 十大愿望 我们现在山火大地 跟极乐世界 没脸一样 通通是 无量 珍宝所成 我们的神 个个也是 金刚不坏神 也是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新一新一世变 现在道理懂得了 就看我们 怎么个变法了 把戏 人人会变 能变的权 掌握在自己手中 你是变极乐世界 你还是变 三途 地狱 看你自己 怎么变法 这大乘尖教 实在是不可思议 把这些 宇宙人生的奥秘 都被你 揭穿了 在这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